下面有说 如但知无逆罪为重 而不知无逆罪从无阵法生 这就说了 说明了 为什么人造无逆罪 这个世界没有阵法 它在赶造啊 如果这个世界有阵法 许许多多造作罪业的人都回头了 都忏悔了 这个功德很大了 所以毁谤正法 那个罪是最重的 所有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 决定不可以造 现在这个世界 虽然佛教还有 但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方栋梅先生告诉我 两半年前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社会 佛教 大小寺庙 大小寺庙 安堂 都有真正 如法修行的人 每一个地方都讲进 四月干堂 是学校啊 是佛陀教育啊 现在这些道场还在 可惜没有人讲进了 没有人听到正法了 没有人听到正法了 于是造作罪业的人多了啊 这就是佛法走的末法时代啊 什么叫末法 什么叫末法 我们都搞清楚 搞明白 大臣教里面讲的 性皆行政 这四门 四门通通有就正法 有信真正相信 真正理解 真认真修行的 最后有正苦的 净土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正苦 有相信的 有文法的 有讲进的 有听进的 有修行的 有正苦的 这叫正法 没有相信的 他不信 没有讲进的 没有修行的 没有正苦的 这叫灭法 这叫灭法 法就没有了 那我们看看 现在是什么 这个 四种 我们是属于那一种 正法 相法 没法 末法 没法 没法 佛说 有讲进的 有听进的 有一教修行的 没有正过的 没有正过的 这叫正法 没有讲经的 没有讲经的 没有听经的 当然没有正过的 这是灭法了 静总 现在大臣 八个总派里头 只有净土总 还有往生的 其他的没有听到 大车道 铭心见心 没听说过 那么换一句话说 很幸运的 释迦牟尼佛的 净土总 还居在 正法的 位置上 大臣教讲的 四种法 我们只问 我自己在这四种 属于哪一种 我们今天修复 这个宗派 有讲经的 有听经的 有修行的 有往生的 这正法 我们遇到了 如果我们遇到了 有讲经 我也听经 我也认真修行 但是 我们的烦恼 吸气放不下 这一静总 虽然懂得 半信半疑 往生没有把握 这就是想法 这不是正法 往生真正有把握 那就是正法 可见的 那就是正法 像法 正法 像法 末法 是在过人 不一样的 我们就同在这个地方 休息 那有人是正法 有人是想法 有人是魔法 孤独 孤独不相同 自己要晓得 晓得之后 我们努力 要把自己经济向上提升 我现在是在 魔法 我要把它提升到 想法 从想法呢 我们要把它提升到正法 真正到 我只求往生 而且真正有把握 把握从哪里来 身一心世界 一切放下了 不留念了 心里头 只想 极乐世界 只想 阿弥陀佛 绽放 为什么 他决定我 这就对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